近日52岁的李亚鹏又开始创业了 李亚鹏带着娇妻海哈惊喜 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直播活动 在直播间里卖火锅底料 有了海哈惊喜的支持 李亚鹏直播间的人气难得高涨 有着三万人的人气 52岁的李亚鹏虽然看得出来又精心打扮了 但依然掩盖不了两冰斑白的头发 笑起来脸上的皱纹很明显 皮肤松弛 33岁的海哈惊喜虽然穿着略显老气的大红色上衣 但还是掩盖不了她的青春气息 两人看起来就像是两辈人 海哈惊喜也不算是突然出现在直播间 早在今年她已经跟网友分享想开始直播带货的想法 也付诸行动 原因正是她想为家庭分担 因为女儿还小她不方便出去拍戏 所以选择直播带货是最合适的 李亚鹏的直播事业更是在更早之前 她还在直播间卖茶叶 这次算是夫妻联手 不过巧合的是 这次李亚鹏和海哈惊喜联手直播的这天 刚好是前妻王菲的生日 虽然说李亚鹏和王菲已经没有关系了 但还是有不少网友觉得李亚鹏是否在蹭王菲的热度 当然 李亚鹏直播其实有重要的事情宣布 那就是他决定要开始一项新的投资项目 那就是开火锅店 网上还有爆料 李亚鹏打算投资20亿来开火锅店 目标是两年内超越火锅行业的龙头老大 52岁还这么有上进心和经历的李亚鹏 却并没有得到网友们的支持 反而得到了一众网友的不看好 有网友劝李亚鹏谨慎考虑 因为火锅行业不是他想象中那么简单的 不要又亏了 也有网友直言 李亚鹏不适合做生意 作为一名演员 李亚鹏无疑是成功的 有着将爱情进行到底 笑傲江湖 射雕英雄传等经典作品 但可惜他的志向并不在娱乐圈 李亚鹏自己曾说过 他在演艺事业巅峰期就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 发现他始终不能接受演一辈子的戏 于是他在2014年决定退圈 去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 也就是从商 李亚鹏曾经给自己的从商天资打分 他觉得自己做生意的能力还不错 打了80分 但也许是他的商运不好 从商将近10年 李亚鹏几乎是稳赔不赚 他曾坦白自己的公司整整6年没有收入 全靠吃老本 终于在今年 关于他这些年欠债4000万的传闻越传越烈 李亚鹏本人也发了长文回应 他承认了自己确实有4000万的负债 但他现在面临的困难还远远不止4000万 而且他苦苦支撑了10年不裁员的公司 也终于被逼到不得不裁员的地步 可见李亚鹏的从商之路真的很难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 李亚鹏确实很有毅力 一直在失败却一直没放弃 而他最幸运的是 在这个年纪还能遇到海哈金喜这个好妻子 先不说海哈金喜比李亚鹏足足小了19岁 外形条件很出众 他结婚之后作为妻子来说也是很受网友的赞赏 虽然李亚鹏的名气和热度很大 但海哈金喜结婚后一直很低调 从来不对外作妖 而是默默在李亚鹏背后支持 在李亚鹏拍的那些视频里 海哈金喜也很配合 不少网友都觉得 李亚鹏和海哈金喜组成的小家庭很幸福 更难得的是 李亚鹏不仅负债 而且继续创业投资还有失败的风险 但作为妻子的海哈金喜 还是选择支持丈夫